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熬過了8個月 想著會好些 但接著而來就是疫情 對於我們來說更加百上加根 那時很恐怖的 那時疫情初段 灣仔店這裡可以一一一個客人都沒有 一台客都沒有 一張生意都沒有做過 電視劇機場特警近期在香港熱播 居中試驗警長的香港演員楊明 在現實生活中有著另一身份 一間燉湯店的老闆 談及近來的生意 楊明不禁搖頭嘆息 在2019年的修理風波中 因為鮮明的稱情態度 他的店鋪屡次遭到破壞 許多時刻不敢前來就餐 轉年又遇上疫情 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市民外出減少 外賣的業務卻有所增加 演員和14老闆的身份之餘 楊明一刻賺起了外賣小哥 親自為顧客送去精心準備的食物 記者今日下午走進楊明 餵魚丸仔的燉湯店時 他正在細心地打包湯品 一份份放進保溫箱 楊明說原本與外賣平臺有合作 但只能派送店鋪附近一兩公里的區域 現在店裡開通了外賣熱線 港島 九龍 新界都能派送 希望多一些生意 保住店裡員工的飯碗 這個外賣熱線我們送去這麼遠的地方 私機開支 外賣的packing開支 因為我們要保暖袋 也要保暖箱 可能賺不到多錢 但可以維繫到我們店鋪的所有員工的開支 我已經是很OK的 楊明說今天店裡突然收到了一張 數千元的外賣訂單 想來是熟客訂購 他一會兒要親自去派送 將外賣打包的間隙 不時由顧客要求合影 楊明都一一應徵 現在我送的這張單 對於我們非常重要 因為推出這個熱線之後 這張單都算是很大張的 有很多接吻 我剛才看了這張單 有30個號碼 30個號碼代表有30個家庭訂購 我相信是一個屋苑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戶數去訂購 所以很緊張 很想快點 又準時點 又想點東西吃 不要更快凍完 送去給他們享用 50分鐘的車程後 記者跟隨楊明 抵達了距離店鋪30多公里外 位於元朗的一棟屋苑 下樓去餐的時刻 看清眼前的這位外賣小哥時 紛紛激動的上前打招呼 原來是這裡的居民 知道楊明的燉湯店開動了外賣熱線 大蝦便和其夥來下訂單 為楊明送去支持 他這麼有心在香港創業 我亦都覺得他這個品牌的食物 是這麼好吃 我亦都嘗試在我們自己 這個屋苑的群組裡 發放一些訊息 看看有沒有人想吃 怎料一聯繫就很多人反應了 我們今天都相當多的住戶 一起去訂這些食物 楊明一直都在電視上經常見到他 我沒想過他會親自送過來 所以我之前都一直光顧開 他店舖的食物都很好吃 我特意出去玩仔吃 他親眼見到真人的話 整件事不同意義 覺得他很有心 我們很支持他 他很正面 在電視的訊息都帶給人正面 對於社會是有貢獻 一、二、三 其實生意是難做的 但我經常都覺得 只要你有心想搞好一件事的話 其實有很多問題都可以形人而解 還有你做生意 我相信其他食客或顧客都會看到 所以他們都會用心去支持你 雖然是逆境的時間 但只要冷靜或者堅毅一點 我想很多事情都可以解決到 所以我會想要做生意 我會想要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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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要做生意